第一个就是今天日期,这个后面还会刚好再讲到日期与谁还数 首先的话呢,今天日期怎么产生,很简单吧,操环数里面找到什么呢,日期时间 其实有两个可以吧,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NOW可以 NOW的话有日期跟时间,不过其实我如果不需要时间的话 Today就可以了,我看看确定,它会帮我抓到什么 这台电脑,特别是这台电脑目前系统设定的日期 不过有的时候,有些电脑日期每次一开机,重新开机 又恢复到很早以前的日期 那理论上是因为那个电脑本身的水银电池 有个扭扣电池,没电了,把它换一下,其实它又可以更新了 OK,那当然理论上抓的是这台电脑的日期 第二个年龄怎么算呢,其实不外乎两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计算它这个年跟这个年 两者之间相差几年 不过呢,如果两个相差几年的话,那会有个问题 如果它生日还没到,那就不精确了 OK,所以如果你不用年来比的话 其实最好用的还是那个插入函数里面 会有一个叫DATIF函数 不过特别注意,那个DATIF函数蛮奇怪的 很好用,非常非常好用 在算日期的时候,一定都会用到DATIF 可是你插入函数里面,你找不到DATIF 你必须要自己打上去 那主要的原因,我刚刚看了一下 它主要是因为那个DATIF函数是最早LOTUS123里面的函数 OK,那LOTUS123是人家已经有了 就变成说它不能够有专利上面的问题 所以它没办法把它纳进来 可是它可以用打的,它可以相容,但是不能用直接抓过来 所以那要怎么打上去,其实有不要放这里 这个DATIF很好用,但是麻烦一点 不过也还好啦,你如果打习惯的DATIF OK,这DIF应该Different还是什么 DAT还是什么 OK,然后呢,钱瓜糊 你会发现如果钱瓜糊出现函数的话 表示你应该没打错 OK,那它会需要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比较前面的日期 比较前面的哦,哪一个比较前面 生日嘛,对哦 逗点,比较后面的 那比较接近我们是这个,今天日期 逗点,再来比什么 你可以比年就Y 就是两个相比较 相差几年 OK,月的话就M 第一的话几天 OK,那我们是年的话就Y 那记得这个一定是一个字串 钱瓜一定要加双一号 打完之后按打勾 OK,它帮你年龄算完了 那年龄算完之后的话特别注意 它的优点是 它会比较 它的生日到底到了还是没有 像这个89 就是因为它已经过了生日 才帮你加一年 OK,那如果说它的生日还没到 比如说我把它改成10月 10月28 今天10月24 还没到吗 那Enter过会怎么样 88岁 因为它的生日还没到 OK,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它除了会比年之外 还会比月 还会比日 确定它生日已经过了 才帮它加一岁 OK,所以Dentive这个函数还蛮棒的 那如果你用那个Eer函数 就不行了 它反正就是你那个年相减的结果 不管你生日到了没 它都帮你加一岁了 OK,好 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 那把它向下填满 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从这边抓 所以你按F4 有没有 因为很多同学反正都按F4 管他蓝或列 对不对 可是未来你有很多地方是要必须只能所单一个列或单一个蓝的情况 那那个时候如果你观念不清楚的话 你可能就会做失败 或做错误 OK,好 那老人津贴怎么算 基本上条件在底下 如果他是新北市 台北市 而且又年满70岁 才符合条件 反 反之就不符合条件 所以 它这边有一个叙述 用if,and跟laps laps 应该是 对,用laps,北市,新北 不对 再改一下 应该用right才对 right 应该是 北市 应该right才对 OK 所以这边稍微改一下 用那个 因为这题目本来是台北县 台北市 OK 那因为改了 所以 底下问了改 所以这地方的话 改成right OK 那如果说要这样做的话 当然你会有两个条件 同时要成立 所以插入函数 一样用那个逻辑if if 这个插入函数里面 用if 那里面的话 有两个都要为true 所以and and and的什么呢 and的第一个条件 是 80 不是 这个年龄部分 必须要大于等于70 第一个条件 斗点第二条件 户籍地呢 户籍呢 要是 清北 或 或 或台北 所以呢 这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 当然你如果这边 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那是不是可以在里面呢 又再加一个 or and里面再加or 所以可以啊 可是 有点复杂了 然后我们先用那个right来看 那你先 这边打一个right r-i-g-h-t ok 然后right它两个字 对不对 先把它两个字抓出来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等于什么呢 这边的话你可以打一个北四吧 都北四 ok 后面记得加个后瓜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把握一次做对的话呢 你可以先在旁边做过 然后再剪一下贴过来也可以啊 如果握触的话 那就符合这个条件 反之的话呢 就不符合条件 ok 这样的话 按个确定 那结果呢 应该基本上 就会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那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啊 如果你要删除 因为如果 因为你要拜访 假设你是社工好了 那你要留下的是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你就把它删掉就好了 ok 那你怎么办呢 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如果和删除不符合条件的列 ok 那VBA部分的话 基本上也是类似吧 你可以安养中心按下去 自动完成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安养删除 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呢 插入函数 ok 那这样 制定函数 也可以用一个使用者定义 安养中心函数 安养中心函数呢 又有分成两个 一个是 就是 要给年龄跟户籍 不过呢 如果给年龄 跟给户籍 你变成要两个 有没有 参数 那之前有讲过 有没有 在第一次上课 可以把它改成范围 有没有 按确定 其实这样 点两下也是ok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当然 如果说你要让它更好 更方便的话 你可以安养中心函数 加一个范围 那有什么差别呢 一次选两个 选两个它会给正列 那你必须怎么样 接到之后 再切割成两个 再分别来判断 ok 所以按确定 向下填满 也是结果一样 只是方便一点点而已 ok 不过如果你觉得 这好像没差很多的话 你当然可以不用这样做 那这个部分 BBA部分我想 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地方 用right 或者是说 如果你觉得right 好像不ok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and 其实用and也可以 更这样 应该是o也可以 或 就是新北市 或台北市 直接在那个公式里面干 直接在那个公式里面干 哦 好